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087参考信息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 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机制 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 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 查处利用职权、寻死亡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 刚好南方周末近期两篇报道 关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制度导致的多起死亡事件 指居走样已被滥用为对嫌犯施加酷刑、刑讯逼供的新工具 根据刑事诉讼法 一个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采取五种措施 强制力由弱到强分别是 居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居留与逮捕 指居原本是监视居住的特殊情况 一度作为减少积压的替代措施 来降低过高的省钱积压率、改善人权 但2012年积压讯问制度完善、看守所规范化之后 办案人员在看守所内不便再使用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指居因其黑箱性和方便性反而更受青睐 甚至为促成指居 办案人员会恶意解释 当嫌犯在办案地没有固定住所时 在指定的地点执行法条 故意使用嫌犯无住所地的县区警方文号发出指居 亲历者描述了他们在指居过程中的遭遇 为避免引起不适就不念了 可以去看原报道 指居的黑箱性以及办案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增加了所会贪污的情况 江西玉山县一起案件中 指居时负责看守的附近 两个月内七次向嫌疑人家属 索要财物21万 江苏近江市公安局一派出所原教导员 球某2019年负责的一起案件中 一名嫌犯在指居期间患维尼克脑病 成为植物人 原因是被限制饮食和睡眠 球某因此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半 他表示从侦办案件的角度讲 指居的确是向方便的制度 行诉法规定 侦查阶段指居最长六个月 而逮捕一般只能积压两个月 指居的审讯时间更充分 指居地点通常在医院宾馆招待所等地 看守者与讯问者同属一个办案组管理 讯问时间可灵活调控 反之嫌犯要是被积压在看守所 办案人员提审 还要按照看守所的上班时间来 中午还有午休时间 有时一次讯问只有各把小时 求某觉得这对办案人员很不方便 行诉法自1979年制定以来的 第四次修订已提上日程 指居需要改变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不过是废除还是改良 学者间有不同的主张 最高法19日公布上半年的 司法审判主要数据 刑事案件和判刑人数持续增加 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 各类案件2317.6万件 结案2117.3万件 刑事民商市行政执行四大类型中 刑事案的增幅最大 收案83.5万件同比增长3.93% 上半年受理刑事一审案件59.1万件 增长6.16% 判处生效被告人78.8万人增长8.47% 判处五年以上的罪犯5.8万人下降1.87% 重刑率7.35%同比下降0.77个百分点 判处三年以下的罪犯68.6万人增长9.66% 占87.04%上升0.95个百分点 20年来 一审刑事案数量和判处犯罪人数一直在增加 2014年刑事案超过百万 犯罪人数超过115万 此后10年一直处于高位 预计今年全年判刑人数或将超过150万 超越2022年全年的143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斌认为 刑事案件数量和判刑人数增多的现象值得警惕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 但罪犯越来越多 逻辑上讲不通 这里社会主要要用民法和行政法 刑法应是最后的手段 刑法权不应一味扩张 具体的罪名上 侵犯财产类犯罪案件明显增多 上万年同比增长23.48% 包括盗窃罪诈骗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等 此外 线上隔空猥亵 线上诱骗 线下性侵等增加 强制猥亵侮辱罪案件 一审收案同比增长20.07% 日益增多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轻罪 有观点认为中国已迈入轻罪时代 不过何斌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1997年我国判处刑事被告52.6万人 人口的总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罪犯人数增加了三倍 意味着大量原本是行政处罚的案件 变成了刑事案 最高法这次没有公布未成年罪犯人数 此前公布一季度判决生效 未成年人罪犯1.2万人 同比增长77.67% 占罪犯总数的3.12% 同比上升1.12% 重刑率8.5% 曾有地方看守所人士透露 当地近年被判刑人 近八成是年轻人 罪名多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 轻微犯罪 方信罪2015年增设 近年来国家打击电炸 方信罪激增 不少是在校大学生 犯罪数量和人数增多的势头 短期无法扭转 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法律学者提议 设立前科消灭制度 不过去年底修改刑法时并未采纳 近期的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三中全会公布了不少人事变动 中国人大网随后公布了今年第二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首次披露多名人大代表被罢免或辞职的原因 相比多名高官代表社腐败受关注 有一名90后代表是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 辞去了代表职务 陆维伟生于1990年3月 壮族广西贺州招品县人 2018年到湖南学习茶叶酒制作工艺 学成归来后创办了酒厂 因醉驾辞去人大代表与醉驾入行有关 此前醉驾主要是行政处罚 不影响从事公职 2011年行8新增了危险驾驶罪 醉驾由行政违法升格为犯罪 意味着营运驾驶人终身不得从事营运类工作 行政机关公务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律师被吊销律师职业证书 普通公民无法通过政审 还有可能因为犯罪记录伴随终身 影响子女报考公务员警校军校 醉驾入行10年 伴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增长1.8亿辆 驾驶人数增长2.6亿 因酒驾和醉驾导致的伤亡事故 比10年前减少2万起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成为社会共识 但每年有数十万人 因醉驾被追究刑则成为第一大罪名 有观点认为 罪假认定不考虑情节轻重 凡是达到标准 一律案定罪判刑 打击面太大 去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罪酒危险驾驶 刑事案件的意见 改变一律入行的做法 对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与立案 意味着罪假入行标准 从血液酒精含量 每百毫升80毫克 上升到150毫克 7月19日 最高法公布的上半年 司法审判数据提到 意见实施效果显现 上半年危险驾驶罪案 一审收案14.3万件 下降12.93% 看看国际债务问题 两年前国家破产的斯里兰卡 最近终于通过了 债务重组方案 说前消息427期谈过 由于债务过高 又碰上新冠疫情 和俄乌战争 加剧了逆差 斯里兰卡爆发数十年来 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抗议民众攻占了总统府 总统流亡马尔代夫 据试行的数据 斯里兰卡目前外债580多亿美元 他们2022年的GDP 才744亿美元 这笔拒债包括政府债务 和由政府担保的 外部贷款两个部分 大头是超过500亿美元的 政府债务 其中一部分是以国家为主体的 双边债务约370亿美元 中国占46.6亿份额最大 部分贷款利率近8% 而从第二大债主 日本贷款的利率不到1% 另一部分是通过发行 国际主权债券 从资本市场获得的商业贷款 约147亿美元 最大的一笔是 中国国开行的21.8亿 国际主权债券利率 通常在6%以上 还款多为5-10年 没有宽限期 估计中国贷款 约占斯里兰卡外债总额的 20%是最大的债主 6月26日 斯总统宣布同17个债权国达成协议 允许将全部双边贷款还款时间推迟到2028年 且在2043年前以优惠条件分阶段还款 包括将贷款期限延长8年利率降至2.1%的平均水平 预计能省下50亿美元 7月3日 斯里兰卡又宣布同商业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投资者同意对债券本金减值28% 同时将利率与经济增长挂钩 到2028年 斯里兰卡只需为国际主权债券支付3.75%的低利息 但从2028年开始 如果斯里兰卡的GDP超过了1000亿美元 则必须向债券持有人支付8.2%的加权利息 斯里兰卡去年的GDP明义增长约14% 这个目标有希望实现 乐观估计实际债权减值可能只有15% 此前赞比亚和加纳的债务重组 债权减值分别达到18%和37% 2007年之前 斯里兰卡的外债以试航、亚开航和日本的长期优惠贷款为主 侧重农业发展、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公共卫生项目 2007年起 来自中国的贷款迅速增加 且主要用于基建 包括汉班托塔港口和拉甲帕克萨国际机场 该机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2.09亿美元建造 2013年开业 由于航班少、环境敏感以及持续亏损引发争议 今年4月 斯里兰卡把机场30年的管理权移交给印度和俄罗斯公司 以减少损失 同时回拢一部分资金还给中方 基建工程对于斯里兰卡经济拉动作用有限 高负债率和利息支出让经济更脆弱 最终导致了危机爆发 中国借钱给斯里兰卡 当然不是故意要让他们陷入债务陷阱 斯里兰卡前政府既不尊重经济规律 也不执行金融纪律导致双输 而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 道义上没有问题 但也意味着对贷款使用无法有效监督 这也是中国借钱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兄弟的共同问题 去年底中金公司出版一带一路新十年 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序言中提到 国际上关于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 我们必须正面应对 一种说法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 在借债发展过程中 出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债务偿付问题 陷入债务泥潭 另一种说法从更负面的角度猜测 认为中国主动在路上挖陷阱 让有些国家掉进去以便控制 这种说法与阴谋论地缘政治紧张相联系 非常缺乏根据 周小川说 从自身来讲 历史上很长时间 中国都不是主要的债权国 缺乏当债权人的经验 因此对这些言论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也没有形成高度共识的对策体系 所以加强研究非常有必要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 这仅是个别西方国家的攻击 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会听他们的 也不能止步于仅评判其政治动机 或大力谴责就完事了 还需要具体应对其各项负面影响 有不少国家受债务陷阱说法影响 与中国打交道的态度变得消极 世贸组织前发言人罗克维尔 去年在南非金砖峰会期间 也发出类似的提醒 在接触一些新事物时 中国也需要一个学习经验的过程 比如贷款给远在天边的国家 那些贫穷且还不上贷款的国家 将会心生怨恨 民众希望政府将收入 用在粮食医药等民生方面 而不是还贷款 面对那里不友好的国内政治氛围 中方应该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理解中国政府在债务问题上希望保密 但放出一定的消息会有积极作用 这个过程需要兼具谨慎与灵活性 有时候过于不透明 会引发不信任与恐慌 这样的情绪将很难克服 还有个现象 一些国家换届大选时 一带一路中国投资会成为议题 有些候选人批评中国投资 就会被国内一些媒体自媒体 简单打上反华的标签 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选举都出现过 而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是政府 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腐败 或者把大量项目放在国家首脑的家乡 比如前面提到的斯里兰卡拉甲帕克萨机场 就是总统的家乡 巴基斯坦伊姆兰汉当初也是反对谢里夫 把大量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 划拉到老家旁着普省 最无奇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因为反对纳吉布政府 在中马铁路合作中的腐败 被称为反华 而他们上台后 因为要和中国重新谈判 于是又纷纷被称为侵华 这种反转赢两遍的叙事 对认识世界毫无帮助 最后继续关注 孟加拉国抗议公务员配额制 现已明显升级 上周四全国断网 周五全国宵禁 总理哈希纳部署军队 管控蔓延的暴力示威 转折点应该是7月14日 哈希纳用拉扎卡尔 这个含义丰富且带有侮辱性的词 来形容抗议者 这个词指的是 1971年独立战争期间 与巴基斯坦合作的孟加拉人 哈希纳质问 他们为什么对自由斗士如此不满 如果自由斗士的子孙 得不到配额福利 拉扎卡尔的子孙 就应该得到福利吗 学生抗议是为了争取就业机会 被扣上拉扎卡尔的帽子 矛盾激化 示威者与执政党人民联盟的 学生组织成员发生冲突 逐渐升级为暴力冲突 中部纳尔辛迪地区的抗议者 甚至冲进一所监狱 释放850多名囚犯 还烧了监狱 周六部分地区也发生零星的纵火事件 许多反对党领导人 受毁活动家和学生抗议者被捕 有示威者在镇压中死亡 当局尚未透露 死亡和受伤的官方数字 但至少4家当地媒体报道称 死亡人数超过100人 孟加拉国侨民 还在阿联酋等国示威 也被逮捕 这次示威是哈希纳今年第四次 连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原因之一是占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年轻人 失业率高企 哈希纳曾在2018年取消配额 今年又有点横跳 背景是当年经济好 现在经济不好 疫情前 孟加拉国曾经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服装出口等受到美国的照顾 过去20年 有2500多万人摆脱了贫困 过去10年间 人均收入增长了两倍 但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随着全球经济放缓 孟加拉国经济前景中的不确定性增加 尤其在疫情后陷入了停滞 通胀率徘徊在10%左右 美元储备缩水 去年高昂的生活成本 引发大规模的暴力抗议 几个月前 因为难以支付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费用 哈希纳政府向IMF寻求47亿美元的救助 归根结底 孟加拉国靠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创造的体面和高收入的岗位仍然太少 而哈希纳恢复配额制的一个可能原因 是要安抚自由斗士后代 因为他们是人民联盟的支持者 毕竟哈希纳是孟加拉国国父拉赫曼的女儿 想要稳固基本盘 现在矛盾激化 原本看着学生抗议的企业主等群体也加入了抗议 运动的性质变了 从找工作变成了哈希纳下台 7月21日最新消息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裁决 将自由斗士后代的配额从30%缩减至5% 保留给少数民族变性人和残疾人的减少到2% 另外93%将根据个人能力分配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